上海市眼科巡回医疗队 经常深入农村生产队 给社员们医治眼病 受到广大社员的热烈欢迎 何阿娥老妈妈的眼睛 已经瞎了29年 医疗队同志上门给她检查眼睛 这个医疗队在半年中 巡回医治了各种眼病患者 两万多人次 他们还培养了农村的保健员 和医务人员500多人 他们学习白秋恩大夫的革命精神 利用茅草屋做手术室 医生们严格地进行消毒 以高度责任心对待每一个病人 他们在这样简陋的手术室里 做了1000多次大小手术 没有发生一次细菌感染 和医疗事故 何妈妈 在动手术的第二天 就清楚地分辨出手指的数目了 老妈妈 今天看见了29年 没有看见过的儿子和女儿 是多高兴啊 半年来 这个医疗队 使119个患白内障的盲人 重建了光明 许多社员在告别的时候 对医生们说 你们真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